好的 我们来看最新的这一套 也就是2022年的1月份考的这一套 我的学生反应说这套其实有点难 但是我觉得的话总体来说 整体来说可能是有两个题目 稍微的考的我觉得稍微偏了一点点 但是整体来说这套题 至少从选择题目先来看 不算是很偏难怪的题 大多数东西还是你该知道的事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 第一个问 另外的就是 其实我跟我的学生说过 说我会把我的作题过程给你写出来的 但是我好像最后在保存那一下 是不是拔U款拔太快了 被保存的下来 如果你有哪个题目 你还是觉得算起来有困难 可以跟我说一说 可以在比如我的专达里面 给你写一些这个解题的过程 比如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道题目就是考上我的概念 如果这个概念你搞明白 或者说忘记掉了 请你要回顾概念 这个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 就是看你能不能够 把这个概念能够掌握得比较牢康 如果你比如说AB选错了 那就是你不知道 你的Altimization是从单值开始 而且这个单值是它的标准状态 它的标准状态点是个固体 是个固体 如果你是在CD当中选去了 那就是不知道 它是谁是Emore 生成Emore的什么 生成Emore的原子 不是Emore的所谓 这个反应物 或者Emore的单值 第二个 第二个 这道题目呢 这道题目呢 可能跟我们之前画的那个 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它说的是一个简单版的 简化版的 简化版的话 就是它把这个上去这条路啊 上去这条路 它没有把它画成四步往上走 而是把它画成的这个样子 把稍微缩短了一点点 其实这个呢 都更像是我以前教的 这个CIE的那种画法 或者说这个 Cambridge的那个画法 那 做法其实还是一样的 往上走是吧 只不过往上走呢 有1234 我们要求的是这个 然后把所有的往上走 加在一块 然后就是一条直线往上走了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加这个 四个加在一起 然后再加上谁 再加上这一个 这个加这一个 等于第三条道 等于第三条道 请你一定要自己下去算一算 来看第二 来看第二 那有两种情况 那两种情况 一种是放热情况 一种是吸热情况 比如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放热情况 放热情况的话 放热情况的话 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图 其实这道情况 当然不需要你 把它画的那么麻烦 只要你能记得住 谁减谁 或者压谁 就可以 不过呢 希望你能够把它比较老虎的 掌握下来 也就是说从哪开始 从气态的时候开始 从气态的时候开始 然后这个也是 气态的时候开始 好 然后一个键头往下 再一个键头 往下 它总体来说是个放热反应 你看见了吗 这地方是个放热反应 放热反应的话 那么就是 我在hydration那一步 这个如果是hydration的话 它放出的热量 要比在这一步里面 吸收的热量要多才行 要多才行 然后 这才能导致最终 最终这里的所谓solution solution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Lattice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 你画起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请你要去回顾这个问题 最终 最终才变成了这个东西的 这个AQ 然后这边也是两弱的 这个东西的AQ 这东西的AQ 好 那么你知道了 这个东西我们要求 我们东西要求的 然后等于这个加少这个 只要是这样来考的话 你就错不了 你肯定错不了 而另外一点就是 还有一种情况 假设说 这个东西比这个要长 就是个吸热的情况 我们再来画一个 说这地方我就稍微 不换那么多了 就是这一根 Lattice要更长一些 然后这一根 Hydration要短一些 然后呢 要小心啊 不要那么 那么实在的 就说那短一点 我再把它延长一点 不是这么来的 不是这么来的 不是往下走 不是往下走 而是往上去 而是往上去 这是我们的Delta solution 这个是Lattice energy Lattice energy 其实还是一样 就是Lattice energy 加上这个等于它 对吧 这里其实也是一样 这也是一样 它加上它等于它 等于它 这是这道题目 具体的就给你自己去算一算 来看第三 来看第三 什么东西增加了 当温度变低的参数 它是一个吸热的一个反应 吸热反应 正反应方向吸热 稍微来飙一下 就是Delta H 我觉得就不显得要扫入 是个大于零的事 大于零的事 正反应方向是吸热 那么逆反应方向是放热 温度降低 温度降低 游利于向哪方面去移动呢 来自于我们的勒沙特类原理 那温度一旦降低的话 向着放热方向去 所以平衡是向着 左边来的 向着左边来的 稍微标记 向着左边来的 向着左边来 好 他说哪个东西增加 Mor Pressure的比例 谁啊 Mor分数 说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这是生存 往这边去 它应该减少才对 Parsure pressure 不对 这个地方是P 说反了 它是个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就是我们要选的 这东西增加了 这东西减少了 这东西增加 再来 它的一个分压 它既然都减少了 分压肯定是下降 说Rate of backward reaction 那如果是温度降低的话 温度降低的话 看着好像平衡是这样移动 没有问题 对 温度降低 速率是下降的 只不过呢 只不过呢 两个方向下降的有点 不是那么一致 不是那么一致 也就是说 你可能反过去 下降的要少一点 而往正向 往正方面 要下降的多一些 意思最终就导致了 总体来说 好像总体效果 还是向着反方向去移动 但并不是它增加 不要小心 那往下都 P 温度降低 温度降低 往这边去 KP应该是会降低才对 KP应该降低 不是 KP应该降低才对 我们说过了 影响KP的唯一 就是我们的温度 温度变化了 KP是应该会变化的 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呢 就是看看它的 一个分压是多少 那分压怎么求 分压怎么求 二氧化碳的 二氧化碳的一个分压 二氧化碳的分压等于什么 等于它的 摩尔分数 摩尔分数 乘以一个总压 摩尔分数乘以一个总压 那 摩尔分数是多少 这地方它说是这么这么多的 molecule 百分之这么多的molecule 是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其实这就已经告诉那摩尔分数了 只不过它说是多少个分子 跟多少摩尔分子 其实是一回事 所以 另外一边就是 47.4% 然后它又是一个ATM 是总压 所以说0.474 乘以一个1 最终就是0.474 这些概念要很清楚 再来看看第四 kc 推导一下它的kc是 什么样的一个单位 写出kc来 然后呢 考试了你知不知道 这东西是固体 是不写在里面去的 所以就是1除以 1除以 它没有的话 就1除以1除以什么 这边是两摩尔 这个是一摩尔 所以实际上是 差不多就是相当于 浓度的三次方 它的浓度再乘以 这个同步的平方 那也就是1除以一个 摩尔每升的 或者BM 它的一个三次方 它的一个三次方 所以就摩尔的 摩尔的三次方 然后这个就变成九次 因此我们选的是A 这不算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不算很难的事情 里面各项的东西 要很清楚 来看地方第五 第五的话可以说 算是这里面考的 稍微麻烦点 如果你在这试的分 我觉得也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它这里说的是一个二元酸 二元酸 二元酸 我这里就不写 什么butane dioic 这么麻烦 我就用个简单的式子 来写写看 大概就是长这个德性 这样一个二元酸 这样一个二元酸的话 你要知道 弱酸它的电离是分布的 弱酸的电离是分布的 那生成什么 氢离子和 一个 带着一个氢的这样一个 酸根离子 然后再来 第二步 然后 这里我指的是 不完全啊 就是双简头啊 变成一个它 再加上一个 再加上一个 A的二负 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滴定的时候 也是一样 滴定的时候 其实第一步 先把第一个里面的氢 给消耗完 然后呢 第二步 再去消耗下面这个的氢 另外就是 一个比较好玩的事 就是从这儿到这儿 看上去这一段 不长 不长 但是要这一段 这一段 消耗掉的氢 远大于这一段 消耗掉的氢 看着这个很长啊 很长啊 反正ph变化很大啊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啊 你从这儿到这儿 大概是从几到哪儿呢 比如说这个差不多就从三 三到哪儿 三到五的样子 我们就写个三到五吧 这地方是一个三到五 从三到五的话是从 一个十的三次方 负三次方 十的负三次方 变化成了十的多少 十的负四方 你可能就已经知道了 上面那个东西 别看有这么长 它好像是从这里的多少 可能是差不多七吧 我们就算是七好了 这里从七走到了几 七走到了这里的 大概是十一的样子 七到十一 看上去是比下面要走多 但是呢 它是十的负七次方 走到了 十的负十一次方 我是说氢离子的浓度 不要想 所以实际上 别看它上面这里 好像更长一些 但实际上越是往下走 其实被消耗掉的 氢是越多的 而且从它的电力上来看 因为第一步会抑制 第二步的电力 因此肯定第一步电力 出来的氢是占主要的 因此这里第一步 就是被消耗掉 第一步电力出来的氢 而这里是消耗掉第二步 电力出来的氢 他问你的是 哪一个indicator比较适合呢 我们需要的是 低定到终点 低定到终点 肯定不是止停在第一步 肯定不是止停留在第一步 肯定是要低完 肯定是要低完 肯定低完的话 就落在七到十一 落在七到十一 如果你稍微熟悉一点的话 基本上你就马上可以 把这个给拿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在简性条件下的 一个用的东西 至于这个PKA呢 这个多少有点误导 多少有点误导 PKA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这个地方有两步 那么这个PKA给你的是这么一个值 这个值的话 其实告诉你的是它的第一步 第一步 PKA给你的是第一步 而这个 如果是PKA第二步的话 其实这个要比这个应该打得多 要打得多 因为KA的第二步其实很小 但PKA就倒过来 要大很多的 再来看第六 第六 这个就算是个常识问题 水的一个解离的过程 水的一个解离的过程 或者水的一个 这个 这个 米子化的过程 这个可是要打断一个东西的 所以它是一个吸热的过程 它是一个吸热过程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成为一个常识 那么吸热的过程 那么就温度越高 温度越高就有利于它向着吸热方向去进行 所以温度越高的情况下 这两个电力出来的会越来越多 但是小心温度越高的话 轻电力出来的越多 但是pH是倒过来了 所以其实pH值会越来越下降 所以可能在更高的温度之下 我发现pH值反而下降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变成了酸性 因为酸点的问题并不是看pH值是多少 严格来说 而是看 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谁多谁少的问题 哪怕你的pH值降成了这样 这样 但是你是纯水的情况下 其实它们两者还是相等的 它仍然是中性 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然后来看第七 又是个数数的事是吧 数数的事里面其实最难数的应该是氢 然后我稍微说一下 我的一个一般数这个东西的数法 就是我一般数是这么来的 就是一层一层往下走 比如说第一层就看到这 这是出现碳的地方我知道 那么这里就一个碳 一个碳 然后看下一层 下一层往下走这 两个三四 也就是说我不是沿着好像一个这个环去数 而是一层一层往下去 这样的话我就是比较不容易出现 比如说一个环就跟着它走 好像一会儿又忘了 这个东西数没数的事 然后再往下一层就是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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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层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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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层 这里 这里 有兴趣你可以参考我的 当然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去 你觉得哪一种 可以把我就按哪种去算 然后呢要小心的是那个氢 氢永远是最考人的 比如说这地方别忘了 这里还有个氢 别忘了这里还有个氢 它这里就有一个 就是看你有没有忘记掉 这里这个氢其实 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 这地方它虽然没有画的 你要知道这里是碳氢3 碳氢3就是这里有三个氢 然后这里也没有画 要知道这里有个氢 但是这里就没有氢了 12344个键 这里也是12344个键 所以这里是没有氢的 同样的 这个地方没有氢 这里没有氢 这里没有氢 其他地方都有一个氢 至于氧的话就不用说了 它也不会在氧那里面 去故意考虑 第八 第八 那么找一找谁是七种 是吧 还是 他要看到 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第一个 就第一个 这个碳 这个碳 上面接着一个碳氢3 稍微标一下 上面接着一个碳氢3 然后左边接了一个碳氢2 右边还是接了一个碳氢2 可能有些人不要掉在这个坑里去 然后就觉得他邻居有两个邻居是一样的 不对 不对 我一个学生就说那我得看多远的邻居 无限远 无限远 他要跟他的总邻居是什么 不是看他最近的是谁 如果你只看他最近的是谁 你就掉在坑里去了 最近的这两个确实是一样的 但是你再远一点呢 要再远一点呢 再远一点呢 他再远一点就发现不一样了 再远一点的邻居是这也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看他有多远 要看他的总邻居 要从他的这个邻居一直看完 一直看完他到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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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从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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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跑过来 你会发现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 左边是他 右边是他 这个也非常明显不一样 不一样 然后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个他 对吧 还有个他 一边是接着一个这么个东西 然后一边呢 看清二 然后这边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共是三个 然后这个不是 这个左右两边是完全一样的 来看下一个 说构成什么 构成消悬的东西 构成消悬的东西 这个是不能 不能够构成消悬的东西 是谁 实际上非常容易 就是如果你是那个D propanol跟它发生的这一个 清合的加成 清合的加成 生成物是什么 其实就很容易了 比如说我们说propanol 碳氢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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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一个谁 加上一个这个 那就是我这里的这个 清根是跑到下头去 或者说这个 清基是跑到下面去 跟它相连 跟它相连之后 然后这个清就跑到上头去 但是呢 这个时候连出来是没有问题 但是连出来之后呢 连出来之后呢 你得到的这东西 它有这个手心碳 碳氢酸 碳 下面这个 这个清基跟它相连 然后上面是一个氧氢 这边是碳氢酸 它根本就不是手心碳 所以它根本就构不成 然后呢 我们再来缓过去说 其他的可不可以构成呢 看看它有没有手心碳的生成 有没有手心碳的生成 比如第一个 built in to in built in built in to in 那 长得是这个样子 长得这个样子 长得这个样子 然后呢 跟它进行加成 加成的结果 但结果 一个氢在这边 一个氯在这边 所以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手心的 它是个手心 它是手心的话 它手心的话 就可能出现一左一右两种情况 一左一右两种情况 毕竟的话 它是一个平面的东西 平面的东西的话 进攻它的时候 是可以从上和往下 两个方向去进攻的 其他的这些东西 也是一个道理 就不一一给你画了 只要你能看得出 这东西行不成 行不成 就应该能知道 来看第十 来看第十 那 这个可能也是 稍微的稍微的难一点 稍微稍微难一点 那这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我们第一 topic11 topic11 我们当时的这个 S1和S2 这两个东西 但如果我们看到 它是个 2A 2A 其实是既有 S1 也有 S2 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 它说会产生一个 mix 如果说 如果说 它完全走 S1的话 如果完全走 S1 它就会 先形成一个什么 这地方是 这个builtin 2A 我稍微写一下 builtin 然后2A 在这 如果它完全走 S1 S1 我们知道是跟两步的 第一步的话是先 是吧 这个东西脱去 这个东西脱去之后 形成一个 这个 形成的是一个碳正离子 也就是这个东西 没了 这个东西没了 然后呢 这个碳正离子在这 然后这个碳正离子 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个平面 你看是不是这样 这上面没有其他电子了 没有其他电子的情况下 这里就三个键 三个键的话 其实就是个平面三角 平面的情况下 是个平面的情况下 那么 进攻它的东西是可以从上和下 两个方向去进攻的 于是就有了两种可能 因此 如果是S1 这种情况下 S1的情况下 就真的能够生成 所谓的 这个 消悬的东西 但如果它是一个像SN2那么去走 SN2那么去走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中间体 有兴趣 你可以去看一看是吧 它中间体的话 是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 一个点在这 然后呢 这时候我的信仰根 两根来了 那信仰根来的时候 我把它重新再整理一下 跟碳相连 然后这边是一个碳 然后下面是两个 然后上面是一个青 好 这个时候我的一个 这个 信仰根过来 信仰根过来的话 跟它相连 跟它相连 跟它相连的情况下 其实 其实是再接一个 再接一个这个 然后同时这个键 开始慢慢变弱 最终的话 就是这个键完全弹掉 然后它就失去了 然后这个信仰根 就变成一个墙 就接上去 接上去 而接上去的同时 同时会发生一个什么 就像那个大风刮来 一个伞 发生一次翻转一样 就从这边翻过去 就翻过去 最终 它就会把枪跟点在这边 所以原来的话 本来是点在这 然后是这样一个 翻过来的 就被翻转回去了 因此你会得到什么 你会得到唯一一种 唯一一种 而不是从两边进攻 所以这道题目 应该来说 这是考的稍微难一点点 你要比较熟悉 我们的S1 S2两种可能 可能这种题目 你才能够做得对 比如说也比较容易犯错误 就是你看 AE说法是对的 它确实是Nucleophilic 但是这个东西 解释不了这个问题 解释不了这个问题 好 来看 第十一 与TolanRain 这个算是比较常规的 那 Tolan的话 那么它就是一个拳 它就是个拳 那么拳的话 嗯 我们是有五个碳的 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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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一个碳 氢 氧 五个碳 五个碳的情况下 前面东西还能够再进一步 发生 这个 异购现象 比如说我抓 抓住一个 抓住一个之后 可以挂在这 也可以挂在这 然后呢 我 我再挂一个 是吧 我再挂一个 再抓一个 再抓一个之后 怎么还有一种情况 请你自己去看一下 一共是四种情况 比如说我再给你写一个 那 我抓一个之后呢 这个时候 那个东西可以有两个去处 一个去处是在这个位置 一个去处 一个去处 是把它再往这边推一点 在这 在这 除了这个以外 我还可以再取一个C过来 再取一个C过来的话 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了 好 来看第12 第12 酸性条件和简性条件 其实这个题目 我当时看到这个 我就已经能选出来了 就这个 在简性条件下 是吧 我们长了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当我们有这种形状 说 碳金三 碳羊 当我们有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 它发生的是一个 这样一个点法的反应 生成的是这么一个点法 在简性了解一下 CIE呢 或者说 CAMERIC那边 要求很高领 需要你把这个方程式 都写得出来 但是这个东西 只要求你知道的 生成了什么就行 生成了什么就行 如果你觉得 对你过于陌生 你要回去复习 是吧 你要回去复习 在谁 在点的 减容液的情况下 点的减容液的情况下 那么生成的是点法 就这个 然后是酸的那一个 是吧 酸的那一个 你会发现 长成是这个样子 来看B 来看B 那从这个锐则上来说 那 影响它的是谁 是这个的浓度 和这个的浓度 我们只变化了一个 就是PH变化 就是PH变化 那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原来的PH是这么多 原来的PH是这么多 那么它的氢离子浓度 是多少 原来的氢离子浓度 就是 10的 负2次方 10的负2次方 也就是一个 0.01 瓦尔维 升的一个情况 好 然后呢 现在变成了 它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rate变成三分之一 说 这些就不变 我们只改变了什么 只改变了PH 只改变了PH 就是只改变了氢离子的浓度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了 原来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 变在 新的 第二轮情况 它的浓度 就变成了一个 0.003 33等等等等 因为整体来说的话 只要你能够 大致的知道一下 它是值 就应该能够算得出来了 然后你把这个 是吧 PH等于负的 log它 代形去算就可以 来看第十三 应该说第十三呢 有点 这个 合成的味道 但是 应该说是 比起我们最后 要你 做那么硬核的 合成比较简单很多 Paper5那种 合成比较坏人 那 第一步 是吧 Steam Steam水蒸气 水蒸气的话 这里有一个 不饱和的双键 就是双键的加成 一个轻跑这边来 一个轻仰跑这边去 或者倒过来 好 那么 在第二步 第二步 跟什么什么东西 变成了它呢 我会发现 上面的 原来的这个抢机 抢机 变成了这里的一个 铜 抢机变成铜 只是被氧化 同时其实 左边这一个 波纯 右边这个波纯 两个波纯 其实都变成两个 缩酸 所以都是氧化 所以你得找一个 氧化剂 对不对 氧化剂 所以氧化剂就在这 然后呢 生成了什么 不是权 不是权 第一步 第一步产生的这个东西 应该这边是一个 想起这边也是一个纯 然后中间这里 中间这里 加乘上去 变成纯 变成纯 好 来看第十四 加油 快完了 那 这个东西 希望你对它有点感觉 碳n氢 二人加二 二人加二的情况下 那其实是个饱和的 饱和的情况下 这就是多半是个纯了 那这个纯被氧化成了 一个component Y 然后component Y 又能跟它生成一个纸 生成纸的话 就指明这个东西是缩酸 所以 纯能够变成缩酸 那说明这是一个波纯 也就是说 那个抢极是挂在 链端的 最后那里 但是呢 这里边又再多考虑了一点点 就是这个链 不一定是直的 比较容易想的是 哎 我哪里就是个纸的呗 三 四 然后 这样 对吧 然后这样 然后如果你是这种情况下 那么它被氧化 变成缩酸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 变成这样 但是这样的话 跟一个 这里的乙醇 乙醇反应 但是你就会发现 没有这样的东西 没有这样的东西 那说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应该是 可能出现了一点点移构 比如这个碳挂到这儿来了 碳挂到这儿来了 但总体来说 它会存在一个 纯 你要知道谁拖谁 那纯拖的是一个氢 而这个东西拖的是一个 缩机推的是个氢氧 所以 应该会保留一个 碳氢三 碳氢二氧 五个结构 碳氢三 碳氢二氧 其实 这个 只要知道了这么一点 基本上 你就已经选出是谁来了 总体来说 如果这些东西很熟悉 很熟悉 还是要考察你的一个基本功 是否扎实的问题 第十五 第十五 reflux 那就是指的一个水解问题 而且是在碱性的条件下 碱性条件下 碱性条件的话 它就不会是成为一个酸 这个酸还会进一步变成碱 没错 变成不是 变成个盐 变成个盐的 所以 就选不到C图上去 选不到C图上去 同时我们来看一张 你把它水解开来 得到的东西到底是个啥 碱氢三 我再写一遍 碱氢氢 碱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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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断开在哪 断开在中间 把这里 断开 断开完了之后 左边是缩酸的部分 回到缩酸去 碱氢三 碱氧氧氢 右边是唇的部分 回到唇上去 氢氧 然后碱氢氢氢 或者碱氢氢氢氧 氢 所以B就出来了 B就出来了 而 而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也 不会停留在 停留在 这个缩酸的状态下 它会变成一个 这个 以酸纳 但是它这里写的 其实是 12344个 不对 不对 应该是个 以酸纳 还是搞差 你对这些东西 是否足够的清楚 而另外一点 就是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只是比我们的 埃基 多了一小步 埃基 其实你就已经知道 上面这个问题了 或者这样来说 你知道这两个东西的 反应的结果是什么 埃基 是学过止化反应的 然后这个如非是止化反应 反过来 所以你只要有点 埃基的基础的话 这个东西 学起来是容易的 来看第16 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二个 那么用的是一个 气象的色谱 气象色谱的话 就是把气体 把通到一个东西里面 去进行分离 那么它有两个face 两个face 那这两个face的话 不要看它 跟这个两个face 相互的作用力的 强弱问题了 这个不是Balling Point 那Balling Point 是这种分离 Balling Point 是我们的蒸馏塔 蒸馏塔 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原油的一个 分离的问题 我们才用的是Balling Point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 Attraction 跟这个stationary的 Attraction的一个强弱 如果它跟 Liquid State 这个stationary 非常非常强的话 那么它就喜欢留在里面 它就出不来 所以它要出来的时间 就长一点 而如果跟这个东西 比较弱 那么在里面待的时间短 它出来就快 也跟其他东西 没什么太多关系 第十七 第十七 这个东西也是考的 稍微的细节了一点 我觉得 就是High Performance Liquid 然后它既然是个Liquid 要知道 后面这个C是Chromatography 那么 这就是个Liquid 那你要知道Liquid是谁 Liquid是谁 它是供液态的 液态的Mobile 所以就是 进去的是一个液态的东西 而液态的东西抓谁 不是抓液体 进去的东西是 液态的东西 去抓固态的东西 所以stationary interface 是个固态的东西 但相信 这一次你算是 如果不知道该选什么 下一次你一定就能知道 该选什么 因为这个也没什么太多好说的 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 多看两边 是吧 把它写在你的 这个极错本上去 行 那么选择T部分 就说了这么多 我们下个视频 来看它的非选择T部分 下期 拜拜